大大,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我自己在使用相机的手动M档时三个小技巧 其实手动M档我相信大家都听过,都不陌生 可是有很多新手他不是很敢用这个档位来拍照 那这原因是因为这个档位下你需要去设置的参数比较多 所以新手他可能往往会手忙脚乱 不知道先设置哪一个参数,再设置哪个参数 那最终照片反而是拍得不好的 但是我想告诉你,M档应该说是所有摄影师的必修课 不会用这个档位,你对照片的画面控制是没有那么的全面的 当然这个档位有它的优点和缺点 比如说缺点,前面讲的这个参数有很多 那优点也很明显,你可以精准控制照片的画面成像效果 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个档位的时候可以扬长臂短 利用一些小技巧来快速上手这个档位 有三个,我今天给大家罗列三个,来一一看一下 第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借助相机的半自动档位 快速获取曝光三小速 比如说你去到一个户外场景 那当时的这一个环境,光线曝光 光线的环境其实是不变的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方法 比如说我先设置为AV档 然后设置一个我想要的光圈值 设置到达比方 我这边随便演示,设置到F10,然后确认 那这时候我需要多少,我再把感光度也设置一下 我想要得到更低的这个感光度数值 然后这时候我要多少快门速度呢 我们把快门测试一下 大概是十三分之一秒 那不行,太低了 我们再往上设置感光度 那这时候一百分之一秒 F10, ISO800 那这个参数你把它记住了 我们再转到M档 设置一百分之一秒 F10 然后感光度800 那这个画面曝光亮度它也是 你就可以快速获取曝光三小速应该如何设置 那这种方法只适合于你在户外 光线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你可以固定一组参数来拍同一个画面 比如说你的模特 它是摆拍的 那这个时候模特不动,静止的 你的快门速度合适 然后你光线条件现场不变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 来快速获取曝光三小速了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你有学过这个摄影入门的话 你应该知道 伴奏档位下照片亮度是完全由相机来帮你控制的 你的这个画面组成不一样 它给你计算的曝光三小速就不一样 所以这时候它就会影响到 它有时候会给你一个过曝 有时候会给你一个过暗的画面 所以它非常的不稳定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使用M档来拍 就可以杜绝这种问题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我们可以设置感光度自动 比如说我就直接调用M档 然后把快门和光圈设置了我想要的数值 比如说我需要F值低一点 然后这个快门速度又要高一点 比如说拍这种动态的画面 那么此时照片的曝光亮度 就要用感光度来满足了 你如果手指去点的话 它会很麻烦 特别是你再拍摄一些 拍摄一些由户内 由室内到户外 像这种光线条件变化不定的这种场景 或者说你在室内拍 拍舞台剧 它光线条件完全不一样 我们就可以直接设置感光度为自动 让它自动去调节照片曝光亮度 就是M档的第二种它也很方便 但同时你还可以控制快门或者光圈 那这时候存在一个风险 你的感光度它有可能会帮你设置到飙升到非常高 那此时我们可以在菜单里面 找到感光度设置这个选项 然后设置感光度的自动范围 把它设置到安全的上限值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相机我设置到3200 那这个时候用M档 它会自动帮我调节感光度 同时上限到3200就不会再往上了 这个也是一个保护机制 这是第二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是曝光三要素的设置三部曲 其实这个是在你已经掌握了曝光三要素 每一个参数的影响之后 可以去用的一个方法 首先第一步找到你拍照的关键参数 比如说你要拍背景叙数 那么关键参数就是光圈系数 我们就先设置光圈系数的值 设置为高或者低 这个根据你的画面来 然后第二步设置除了被设置好的 那个快门或者光圈剩下的参数 就是第二步设置快门或者光圈 那这里光圈我们已经设置好了 那第二步就设置快门速度 如果是自己拿相机拍 手持拍的话 就设置安全快门以上 那这两个参数设置好了过后 最后用感光度来调节照片曝光亮度 满足曝光 变暗一点或者变亮一点 这个是曝光三要素的设置三部曲 其实这个我会在我们的详细版 摄影入门30课里面讲的 这个应该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个 设置经验 比较实用 所以其实用M档这个档位 它最难就难在 无非如何快速的设置曝光三要素这件事情 那第一种用半自动档位来获取曝光三要素 第二种用感光度自动 第三种用我们的这个设置三部曲 基本上能够满足你拍摄的所有场景了 我还是建议大家平时多练练这个手动M档的 能够让你对不同参数控制画面的不同效果 有一个更加具体具象的理解 那今天的分享视频我们就讲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的话 记得关注我 点赞 转发和评论